江苏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园区政策环境推荐宣传片携手同行共赴未来在海外热影 宣传片以流动光影和人物讲述的方式 向全世界展示了江苏在开放发展中的新风采 新活力 以及与世界深度交融的全球影响力 生命力 在这里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等国家战略交汇叠加 在这里新的产业 新的科技 新的风貌 吸引着无数心怀梦想的人们 在这里由江苏省侨办精心打造的服务海外人才和侨商创新聚集发展的特色侨服品牌 华创院 蓬勃生长 秉承极具人才 服务侨企 助力创新 服务江苏高质量发展的初心使命 华创院自接牌以来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创新创业环境不断优化 以成为广大华侨华人融入华创社群 成就自身事业 助力城市发展的热选之地 华创院通过充分发挥平台载体功能 游序管理 政策支持 整合资源 健全机制 优化营商环境 简化办理程序 对高层次人才和拥有领先技术的创新创业团体在纳税奖励 产业扶持 促进落地等多方面给予支持 举办形式多样的推介会和座谈会 先后与北美 欧洲等国家城市人才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团队入驻华创院成效显著 华创院统筹协调 多错并举 解决突出问题 形成省市联动合力 开通乔商乔企服务专线 为华侨华人提供创业辅导 政策解读 法律咨询 项目路眼 知识产权等多项服务 构建海外联络机制 建立健全华创院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联系站 为乔商乔企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高品质服务保障 华创院作为江苏省乔办在新时期打造的卫侨服务平台 将继续发挥独特优势 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进一步凝聚乔新 汇聚乔力 助力海外侨胞回国创业发展 为江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做示范 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